大家我是阿兰 今天拿一条野河钓一下雨 现在下去找位置 然后开吊 就这条河了 现在水流的比较急 这个地方有一个停留的地方 等一下我们就钓在这里 先准备一下 今天用这个耳料来钓 没有挖这个车子过来 先把耳料开 开一点就行了 这河里面还是很有货的 听钓友来说 一天钓到不少鱼 好,耳料就这样子放着 十分钟就行了 现在我们就先调飘 今天带了一只四米五的手感 调了一下飘 这里水流太急了 我们到下面一节就钓 耳料已经好了 好,就在这个位置吧 调一下飘 调好了 大概将近两米 然后今天又是 纳尔开吊 所以走的还是有一些急 看一下今天会上什么货 看一下今天会上什么货 ro 上货 这么大一条 这个白条 这个白条好长 继续 水要是挺一点就好了 现在水冲的比较猛 又上一条 这条比刚才那条大一点点 哇这白条真的很漂亮 这种个头已经算大了 这皮毛相当的漂亮 两条 那里水比较停留一点点 又上一条 这条好像是鱿鱼啊 看一下这鱿鱼 它的身子非常的漂亮 它的肉很厚 眼睛非常的大 哎呀 这条感觉有些大 好了 又来一条鱿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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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上一下 连杆了 下坑就有口了 这条是白条了 没有上了个大货 应该是水太大了 溜得太急了 飘下去根本的 这个料都没法到底 下雨了 估计要收工了 收工不掉了 下雨大了 丢掉了几条鱼 白条还有鱿鱼 现在把杆子收起来 就赶紧回去了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